來 搶搶 只要我想拍照的地方 就沒有任何人可以阻止我 那你也可以跟他一樣 你可以寫入婚禮 我是有尻一些方式 如果狗仔男女搭配 真的幹活不累 真的 因為像我最近去埃及 我埃及的話 因為它那個地方 其實是個沒有法治的國家 沒有任何告訴你說 這個哪個是對的 哪個是錯的 只要這個警察認為你錯的話 你就是錯了 他們是這樣子的 他們沒有一個界線 或是沒有一個法條 去訂這些東西 所以觀光客並不知道 哪裏可以做什麼事 那我都在那個金字塔前面 金字塔前面的話 我想說可以拍照 那我每個到每個國家 我都準備一些很漂亮的衣服 過去拍照 那我去那裡拍照的時候 就算我沒有打扮得很誇張 他們都覺得我的臉很專業 他們就覺得你可能是要來 拍些什麼商業用途的照片 然後就把我抓起來 我團隊也全部抓起來 然後抓到警察局去 然後他也不告什麼為什麼 不可以 可是其他人通通都可以 其他國家人都可以 就唯獨我不行 然後就是亞洲人比較不太行 那後來呢 就因為一直遇到這些問題 很多問題 然後後來我就是一樣 那邊地方就是簡單拍完了之後 金字塔前面簡單拍完之後 我就到另外一個飯店去 也是高級飯店 叫做Mina House 然後那個地方 基本上他看到我的打扮一樣 又說你不能拍照了 你不能拍照 結果就有一個經理 他走出來 走到我旁邊說他酒太漂亮了 叫給他一個吻 我就請他親他一下 他說 給你拍鏡 拍 所有的那些 那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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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服務生什麼的 在旁邊演個爸爸看著我拍 我說 你們剛剛不准我拍嗎 他說可以拍 我就可以拍 他臉上還有我一個吻痕 然後呢 不只是這樣子 到我的飯店樓上 我的飯店樓上是直接 可以看那個金字塔的 也一樣 到那邊的時候 我的飯店老闆一看到我 他也覺得我太漂亮了 那當然呢 他就直接讓我到那個飯店的 那個 那個最旁邊 就是剛好是那個窗台的那個位置 所有客人在那邊看我拍照 一個人我怎麼擺 我怎麼樣通通都可以 所以整個全世界都是我的伸展台 所有男人幫我非常多的幫 好美 你看你拍照片這麼漂亮 這個完全是國際名模 然後這個就是我說飯店的樓上 就是那個 然後你看這也是飯店的樓上 前面都是一個餐桌 然後有非常多的客人 很像那個茉莉公主有沒有 這個好美 後來我本來是穿第一套衣服 到這個地方的 然後這個地方就被人家拒絕 被人家抓走 所以我才會換一件比較簡單的 他抓走是由你們拍照 當時攝影師 為什麼不把那個相機藏在缸門裡面 在一台上 因為他拿大炮 不是所有的 實際很小 埃及他現在就是很建議亞洲人 你知道嗎 因為他有建議亞洲人 就是因為有亞洲人 到金字塔裡面 到埃及字塔裡面 人家就覺得說 人家的亞洲人很保守 到金字塔裡面 給他把奶拔開了 就是這樣 倒了就有獎 所以他看對亞洲人很建議 因為你到人家的金字塔裡面 你穿 外面穿的都很好看 結果人到裡面 女生都亂拍照 所以導致所有亞洲人 通通變成這樣 差別待遇 我是被害的 還要塞什麼相機 不管怎麼樣 他怎麼近我 他看我亞洲人怎麼近我 還是會辦法拍到我要的東西 你知道嗎 妳還無公不然 對 我無公 靠的人 精神很棒 我就是必須得靠我 我叫女人要山洞資源 對不對 妳那些照片會出書嗎 我才不要出書 我就只是開心想 妳就只是開心 開心想要放在我的板上面 好看 拍得很棒 我這個就是沒有跑那麼遠 我們在台灣的無孔不入 我在台灣就是這樣 我想說剛出道 要謀大哥的臉熟 就一直在 我會去打聽一下說 比方說今天晚上 憲哥要跟誰在吃飯 或玉琳哥跟誰的 哪邊有聚會 餐會 我就只要打聽到的時候 我就會假裝巧遇 就總是 憲哥 然後就想沒有沒有 我剛好跟朋友在這邊有緣情 然後後來 那沒事一起做 然後就跟他們聊天一起做 做完整個飯之後 憲哥才問我說 你朋友什麼時候來 沒有沒有 他不來了 就一直這樣混 然後大比方說 邰哥他出書 然後邀請很多 全民最大黨的那種演員 我那時候只是菜鳥 不敢問我什麼阿肯 他們都有去 然後我也躲在旁邊看 然後結束說 邰哥你會不會累 我幫你開車 回去錄影幹嘛 就幫他開 直到後來 我有新的招 這是我演藝圈的巔峰 就是我記得去年 潘老師60大壽 不得了 盛況空前 灌溉雲集 他在大直那個可以媲美 雙宋的婚禮 這麼刮自然 真的 也是萬豪 雙宋婚禮 媲美大圓桌進去 來 潘老師左座偉中歌 王偉中 右座憲哥 一次排胎 我還只能坐在憲哥的旁邊 才是玉琳哥 還有 還有 康哥 火中康 康哥 然後一大堆 都是大哥 小豬有沒有 曾國成 曾國成 許孝順 順哥 小鐘哥 春風 這一色排開全是大哥的一個聚會 我也混進去了 這個局我也布了兩個月之久 但是不用買八萬九的封印 你怎麼混進去的 就是我兩個月前發現 潘老師的那個老婆好像生日 然後他們就喜歡吃日本料理 阿家離我家住的又近 我說好 那我就送禮 我就送他日本 都不用錢 送的送的 我說老師 你是不是也快生日了 你生日的時候 我再送你 他說不用 然後他生日快到了的時候 我就一直跟他傳說 老師生日要到了 要吃什麼要吃什麼 後來變他這個聚會不約我 好像也說不過去 我就到了 然後那天好笑是 潘老師致詞就說 今天是我畢生最高光的時刻 邀請的每一個都是大咖 我在旁邊忍不住你知道嗎 都大咖 他怎麼會有大咖 來 不好意思 好吃 他好像是這個生日會 他怎麼沒有找一些娛樂 弄個拿咖啡也好 那個生日會是誰是主持人 你知道 幫潘老師暖場的是 韋鐘哥跟憲哥 是大家嘿嘿 然後就講了很多 他們的故事跟笑話 你有看到一個聚會裡面 連玉琳哥都插不上話嗎 我跟你講 沒有 連我都臭臉了 為什麼呢 我萬萬沒想到就是說 陸續進來都難的 我還想說潘老師給大家驚喜 我想說不可能六十大時候 搞羅漢局 不可能 不可能的 他約我們群組聚會的時候 他還一個一個約說 請大家不要西班 他就跟大家信很準西班 大家很期待 所以大家就被騙來了 大家都以為說 他不在西班 那應該有很重的事 然後就陸續上菜了 憲哥真的忍不住 潘老師不要再演了吧 應該大家都自己人了 後面門打開 那個後面門打開 應該他們可以進來了吧 潘老師就尷尬 沒有 我想說還在賣關子 你知道嗎 已經到第六道菜了 還沒有 韋鐘哥 已經無聊到什麼程度 你知道嗎 找女服務生在聊天 那女服務生 基本上 我應該可以叫媽的那個人 我想他在跟她聊天 沒有一天嘛 一直到最後甜點也來了 對 都吃完了 什麼都沒有 羅漢局 就是只有吃飯 我們 你們不氣瘋了 那個局真的無福千歲 停 妳怎麼 腳兔三戶 沒人可以阻擋妳賺錢 有一次逛士林夜市 但是粉絲有留言說 婷婷可可會躺在地上唱歌 我說好啊 不能就是那個啊 五千顆星星 還真的賞了五千顆星星 五千顆星是多少錢啊 我不相信妳可以在地上唱歌 哪有人有辦法這樣 有啊 怎麼看啊 來 妳們第一句 來 辣手 就這樣唱啊 好 唱 水打落地 然後呢 還要你幹嘛 還要你吃大雪茄什麼意思 有一次因為是我在家直播 可是因為粉絲就知道 因為我還有那個 就是那種情趣用品 那我說好啊 不能妳要我含那個 就是大雪茄 就是情趣用品啊 對 三千顆星星 那沒想到說他真的賞了 後來我沒辦法 含那一隻大雪茄 結果含不到20秒 我沒有猥褻的動作 我直接乖乖的這樣子含了 結果我發現不到20秒 結果 被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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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台都被 你確認妳沒有過猥褻的動作 沒有 我分開得難的而已 你有噎到嗎 你拿的是雨傘試試看 例如說這個是那個 大雪茄 大雪茄 就這樣 這樣 你沒有錯吧 結果我那個 個人臉書也把我封鎖了 結果我兩個粉絲專頁 都把我封鎖